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始条件非常微小 经过不断的放大 对未来的状态会造成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有些小事可以糊涂 有些小事经过系统的放大 对于一个组织及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就不能糊涂 再来是青蛙现象 一只青蛙直接放进热水锅里 由于它对不良环境反应十分敏感 所以会立刻跳离水锅 但如果把一只青蛙放进冷水锅里 水温逐渐提高到最高温度时 青蛙就被阻死了 因为水温高到青蛙无法忍受时 它已经没办法跳出去了 或者是说已经来不及了 青蛙现象是告诉大家 有一些紧急的状况会引起人的警觉 而容易置人于死地的是 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 对实际的状况逐渐恶化 而没有清楚的察觉 所以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温水煮青蛙温死无法 本节目是由当手安医师团队 小星星奖制作 有任何减肥问题欢迎参考联络资讯